而这次台风也造成了很多人家里大淹水 家具全都受损了怎么办呢 如果要买家具 现在大家蛮喜欢网购的 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通常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不会组装该怎么办呢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商机 有专业的组装师傅团 从设计两尺寸化模拟图搬运载到组装 一条龙服务 每个月的订单爆亮了 光是一个月就有上百组 用电钻紧紧拴牢 操手三两下 大赛书桌立刻完成 组装师傅顾客订单爆亮 天天忙不完 客人的话他们是因为买家具之后 不会组装或者是没有合适的工具 那来找我们 我们是一个师傅来现场 丈量的同时 也有设计师在电脑前面 我们可以直接视讯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这个尺寸出来了 就马上有一个模拟的空间效果 高度二三五公分 仔细重量直接和设计师沟通 从一开始的副业到全职兼顾 一周约二十组预定 光是一个月就超过百笔订单 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在网路上来订购家具了 而不只有专业的师傅来帮你组装 现在还有人帮你拆箱验货运送 一条龙服务直接帮你送到家 将一箱又一箱货物卸下 两大货柜四百箱 里面装的都是民众订的家具 近年来房市升温 带动家具需求 民众网购量翻倍成长 随着消费者对网购家具意愿大幅提升 产品服务不再单一化 组装师傅一阵时帮民众搞定 意外带动了周边 无限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 卢玉婷 邱小倩 台北报道